万万没想到一个苍蝇馆子 一到饭点就豪车堵门 老板最拿手的煤菜扣肉 成了B点招牌 做法还挺简单 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姜葱 料酒去腥 烧开后盖盖 小火煮30分钟 筷子这样能戳进去就可以捞出了 表面用牙签扎上小孔 用纸吸干表皮流出的油 再倒少许老抽 涂抹均匀上色 油热 五花肉皮朝下放进去 这个过程记得盖上锅盖 不然油溅得满脸都是 炸个四五分钟 炸成这个熊样 有点起泡 就可以加出来 立刻放进水里再加冰块 让它快速起鸡皮疙瘩 然后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加入白糖 胡椒粉 蚝油 女儿红 生抽多一些 老抽少一点 用右手抓拌均匀 像我这样 五花肉皮朝下整齐摆盘 没干菜 我们可以用温水泡一泡 挤干水分 整齐地铺到肉上面 用手压压时 把剩余的腌肉汁也倒进去 放进高压锅里 压三十分钟就好了 再倒扣过来 哇 太香了 这样做的煤菜扣肉一上桌 就抢光光